火精种的过程比较复杂 火精种一定要用干蚝叶 然后中间放一些粥叶 这个粥叶可以提升肿的香味 我叫陈世辉 我现在做的种子也有40年有多 如果外国人来香港 买我的种子也有很多 节日的气氛通常是五月初五 之前吃的最好卖都是来这星期 如果做种子就早两个月才开始做 我们做的种子一年来说 卖到超过一万以上 40年来就要40万 当时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夜晚很多街边小贩都卖果精种 到今时今日是完全没有失传过 在这个端午节的种子里面 好 我现在示范这个果精种 果精种的做法 让我自己也看一下 首先一块荷叶 然后再放三块粥叶 再放我们的糯米 糯米 然后再放绿豆肉 在中间做一个馅料 不同的馅料 比如有咸蛋黄 咸猪肉 还有烧鸭 栗子 虾干 还有圆背 在面头再放一些绿豆肉 再放一些糯米 再放一些糯米 再放两块叶 包回它 然后包拾住它 最重要是要轰一轰 轰到它 轰到它的角位 起了尖角 这就是最美的果精种 用一斤 包起一斤的果精种 最少要浸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 要浸水浸十个小时 这样子里面的猪肉 所有材料 会化 融化 香港人吃种子 一般人都很少自己做 全部都是在街市 在酒楼 不同的地方 每一间酒楼 每一个地方做的种 做的材料 全部是不同的 形成了香港 现在做端午节 做种的品种 越来越丰富 种子来说 有十几二十款 有一个水晶的种 用西米来做的种子 用冻糕来做的种子 大家各自各精彩 当我那时候 在澳洲过端午节的时间 虽然澳洲人 他不会包种 但是唐人 中国人 他都会包种 是应接 我很怀念他 一到端午节 或者有种坏的时间 我去香港 可以看到爬龙洲 香港很开心 一爬龙洲 就知道端午节 香港是一个美食之都 为了香港 端午节 我们每一年 要做一些师傅 亦都在工场 研制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款式 为什麽人笑起 那麽多人去买种食 因为冬叶蒸出来 饭香味很香 我们集系一体 我们不停研发 研发 再研发 怎样去做好它